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下子有两个梅驴啊 这样要加入我们海贼王集团 你看这借郭家啊 他这个中了乐不思索 是吧给阿章弃牌 然后蔡芬就可以在这里愉快的摸牌 哎呦这个图完啊 伊兰啊又来了 中了一个乐不思索 蔡芬又愉快的摸牌啊 这样待会蔡芬就可以一堆牌 那个启动 哎呀很很给力啊 这个潮人挑了个钟 把这个阿章给乐住 然后把我们的乐给解了 这样的话 这个潮人十有八九就是内奸了 是吧从降面上看 哎这个潮人既然没有 那个大放拳欺人啊 打来比较为主 好我们这个决斗造成伤害 就可以觉醒了啊 这个戒径术 虽然我觉得觉醒的有点过早 是吧 那个作为主攻啊 那个是需要有点后期能力啊 觉醒之后这个存卖亮手啊 但是可以迅速找庄位啊 但是我们刚才啊 这个形势所迫 先找的是无限 先找了一个锦囊 那个想多搞一点 找到一个无限就更好了 无限找不到我们手里 二张没有过这个乐 蔡芬又联摸了两次啊 待会蔡芬九排启动啊 这时间待会眼看啊 就要打出一波大的伤害了 好这个貂蚕 他的离剑是不算的 那个是也可以被蔡芬切听啊 但是他搞了一次过拆 是吧 那样蔡芬就没法切听了 九排启动啊 这一个决斗啊 一个九杀 看这个操行给不给力啊 能不能过到一张伞 好没有过到团 九杀命中 反正第一次求桃子啊 肯定是还有货的 好是说借国家来了一个桃子 好借国家 他分牌是没有及时性的啊 看到那个 给了曹芬头上顶了两个遗迹啊 这两个牌是 暂时曹芬是用不了的啊 就是借国家为人所诟病的啊 这一点 他非虽然分牌的灵活性增加了 但是及时性降低了 好这个曹芬要无限 我们这一个反无限 逼着反贼啊 再出一桃啊 这个国家已经没桃了 辅完还有桃 好然后这个拆分再一个限周啊 把曹芬往死里了 真具 不要让他翻开这两张遗迹排啊 结果反贼的桃子还真多啊 这个辅完又来了一下 好那这样的话 看看我们能不能过到一个距离 把这个场给秒了 是吧 好这个国家玩捆帮不累啊 把这个祖宗类四人全部捆帮起来 然后一个火杀 蔡芬过了这么多排 肯定是有伞的 这个十八九是命中不了 好我们看 哎呦 这个辅完这个乐不四五天过啊 好 来了一个过河拆桥 拆的是貂蝉啊 然后就这么过了 我们看这个大将军曹人啊 这这一冰凉 这一杀啊 继续不去守啊 这个曹人还打得挺有想法 好哎呦 我们这漂亮啊 这一个剑岩又找了锦囊 直接来了一万剑齐发 我们先杀一下 那个 哎 好 看来草王是没有过到三 是吧 那我们这个万剑就拍出去了 是吧 好 看看这个二张倒下了没 哎 二张还有九了 反正方的桃子应该差不多了 好 我们看看 这二张没桃子了 反正方就没有桃子了 应该除非这个 那个浮完待会 摸摸两排又有桃子 是吧 好 你看果然 借国家给了草王一个桃一个杀 是吧 都顶在头上 因为急事性比较差 就没有那个落入反贼 怀中 他还不如把这两个牌自己拽着 好 这这一下子 那个草王终于第一个反贼倒下了 待会说不定就要面临内肩 内肩的这个 内肩的这个跳板了 是吧 看看后面形势是不是这样 哎呦 这个火攻伤 这一下子我们掉了四滴血 这下是二张很酸爽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八卦 暂时囤一囤 好 这个国家已经开始 呼唤小泪 好 好我们这一个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那个 那个 趁着二张造成了伤害 他火攻让我们掉了四滴血 吧 我们直接啊 一个回合外的珠亥 骄作人 把二张给带飞 好 我们看这个貂蚕 哎呦 这个貂蚕开始啊 他是内奸 那看来我们这个大将军 潮人是我们的忠诚 让我们 那个冒了一 那个一脸冷汗 是吧 毕竟潮人这个将 回合类收益比较弱啊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标峰里面的三元色啊 被大家诟病最多了 这三个武将潮人周泰啊 当然以前的老周泰和这个魏延 是吧 现在周泰已经脱胎换骨 变厉害了 那个魏延跟潮人 依然是那个三元色 中间那两个 好 这张 这个貂蚕 他跳着我们很头疼啊 我们这还好有两个陶啊 否则随时就就就有裸奔的压力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福安一个九杀 把我们的美女蔡夫人啊 我们跟这两个陶 估计要交出一个啊 是吧 让蔡夫人再活一活 可以挡这个内奸一个杀 是吧 好 我们看看那个福安 把这个木楼流马给了这个貂蚕 这个看来现在他 叫他心里这个内奸 现在就他们的人了 是吧 但是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貌似 毕竟这两个钟都医学了 随时倒下一个钟 这个这个内奸就会跳回去 好 我们看潮人 潮人医学的时候啊 发动巨手啊 他打得还不错啊 这个他知道巨手什么时候用啊 什么什么时候不该用 好 我们再找一几张 又找一戒刀 那看来你这个杖马蛇毛 就要交出来了 是吧 有了杖马蛇毛 我们回合外的猪害啊 就更给力了 好 这一杀 然后那个没搞死 我们直接开了一桃园啊 把那个潮人的血拉回来啊 毕竟这个 我们想打打持久战啊 是吧 毕竟这个貂蚕这个离间啊 对我们有点伤 好 他一个乐不失说 把蔡逢给乐住了 又一个离间吧 潮人压到一血 那个否则的话 我们要不开这个桃园的话 这个桃子估计就要浇出来了 或者我们就要掉一滴血 好 这个 哎 基国家直接卡了 切了一个桃子啊 也可能是那个托管的取消点半了 那个蔡逢神奇的拿到这个仁王顿啊 可惜还没带乐 我就被拆掉 好 我们来了一五股 就给潮人骂 他的这个方向开比较好 我们仗着这 这有杀 这有桃 是吧 一丝万回 觉得潮人死不了啊 好 我们看这个貂团 待会估计又要来搞我们了 这个蔡逢 我们估计这个桃子不敢救了 这样救的话 这就会有裸奔的危险 是吧 好 我们就直接让蔡逢 你就去吧 这个 剩下事情教我们 这剑鱼术是一个有后期能力的主攻啊 他这个 举醒之后 他的单挑 貂蚕是有逼越啊 回复还多摸一张牌啊 一个我们仗着主攻的这个 这个这个 多一上限的优势啊 另外我们的剑岩啊 也是多摸一个牌啊 而且我们这个摸牌是定点找牌啊 这个单挑时候最缺的装备啊 我们定点找啊 显然比这个随机摸的逼越要给力 好 我们看这个大将军潮人终于开始行动了 好 这一个火攻 看看反正方死了没啊 吊蚕没桃子 好 浮完倒下了啊 借国家也中了这一招啊 待会马上至少可以进单挑了 即使潮人死了 那也是阻力反啊 这对于我们一个状态啊 比较不错的一个主攻来说 阻力反就阻力反 是吧 好 我们现在怕的就是貂蚕把这个潮人给离间死了 那我们就麻烦了 这是气光 那我们可是挨不住 好 我们先看看找了一铁锁啊 把铁锁两个捆绑起来 看闪电给不给力啊 好 咦 这个是我们不依靠闪的呀 直接杀 看到这个貂蚕也跟着掉的血啊 这个借国家很给力 给了貂蚕两个牌啊 这个篮盘下去 看这个借国家死不死啊 我们希望潮人留了一个杀 是吧 是潮人刚才气了那么多杀 然后又防离间的话 应该是会留一个杀的 否则这时候把桃子交出来 还是有点亏的 哎呦 这可惜啊 这乐部师傅又添过了 是看来我们这个桃子 要么叫交出来 要么我们叫掉的血啊 果然潮人还还留了一个杀啊 看这个貂蚕 会不会再给一个杀过去 这个杀过去 潮人散啊 那也行啊 如果借国家再杀的话 我们就不救了啊 那万一再没桃子的话 再为掉他理解就麻烦了 是吧 好 这借国家六牌启动啊 十有八九啊 是那是有货的 这潮人估计是保不住了 你就安心的去吧啊 那个阻雷凡就交给我们了啊 潮人直接那个伞啊 都不伞了是吧 那个直接就去了啊 好 这一个借到杀人 这个借国家估计还要扛我一道啊 那我站 我们就仗着有八卦阵的 哎呦 就实在是啊 他的这个这个 估计是跟吊蚕合作时间长了 都已经忘记了 人家已经不是里边了 这个时候这个吊蚕 没有可能 那个说明就直接 找朝这个借国家去了 是吧 好 我们不管那么多啊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借国家给代飞啊 直接跟吊蚕进单挑 我们这个状态啊 跟吊蚕单挑是毫无压力的啊 看这个吊蚕好 没有桃子 我还收了三张牌是吧 好 赶紧吃一个桃 留一个留一个八卦 万一这个八卦被拆了 是吧 好 然后跟吊蚕进行单挑 这样我们说 我们大家都是每回合摸三牌 是吧 然后我们是定点找牌啊 回合还可以处杀 然后我们天生又有体力上限的优势 好 我们看这个定点找了一个顺手枪 再顺了木马了 这把就妥了 是吧 我们把这个杀就留到回合外啊 就等着回合外诸害理 是吧 好 这可惜啊 这吊蚕每回合打我们两地去 还是挺伤的 好在我们这次手上桃子给力 就来了个乐不失足 好 把这个火攻压他的穴 把它乐住啊 这个桃子都不要了 你是一血 我们两血 好 乐不失足终于啊 这是我这局游戏 乐不失足第一次 第一次成功是吧 好 后面就不用说了 就来了一个冰箱出战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找杀呢 找个基本牌杀是吧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有一个杀 这个貂蚕梅驴 小生云鼓已经撑不住了 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把这个海贼王主攻发挥 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回合外的诸害 还是回合内的剑岩 都是打得相当的爽啊 然后我们这个忠诚 三元色之一的潮人 这个玩家啊 他虽然降血的一般 但他打法还是不错的 他在他比较健康的时候 是没有 没有发动巨手 他残血的时候发动巨手 巨手这个技能的收益 非常的低 两回合才赚0.5排差 两回合赚一排差 就相当于0.5排差 但是他损失的是出牌阶段啊 但是他同时也跳过了气牌阶段 那怎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你的一个出牌阶段 能够造成收益能够出牌 然后气牌又不会气得太多的时候 这时候巨手就亏了 但相反如果倒过来 如果被被卡了距离里出牌 反正也没什么 没什么牌可出啊 只能气会气 而且会气一大堆牌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巨手了啊 像这个玩家 到当时医学的时候 就直接啊 直接巨手 是吧 这个平常时候他就不巨手 所以说他玩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管 这个这个将你玩的再好了 这本轮的发挥 跟白板也没没啥区别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我们这个蔡夫人很犀利啊 我们这个主公也很犀利啊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潮人 他虽然那个技能不什么气 他出牌 什么的还出的不错 我们就取得了这次啊 这个游戏的胜利 好 我们再来看你的主公啊 这回又是一个非主流啊 选择了几个比较暴力的啊 这个张星才主公啊 好 这个张星才 这个我说过了 他的胜利统计是非常的漂亮啊 那但是那是可惜 那个胜利统计的次数啊 张星才的那个次数不是很多啊 希望这个这个大神早点重开统计 是吧 你好多新将都上线了 我们再看看到底在这个平均发挥怎么样啊 我们拭目以待 哎呦 我们看见这个这老公也回来 让他跪戳板啊 居然跳板了 他的技能这个被我们有点克制啊 当然他他作为反贼的话 不是特别克制啊 所以但是忠诚杀这个小胖的时候 气基本牌啊 是可以让我们给我们配合一下的 好 然后看到这个场上这个张和 跟这个戒王盖 这两个人都是跟我们有配合的 他们发动技能的时候都会有气牌的 是吧 所以我们当时忙这个戒王盖 还忙这么狠 杀一点人血 把它冰住 这有点过于丧心病狂了 好 我们看这个张春华也跳了反 哎呦 我们这刘表跳了一忠诚啊 给了给我们送了一伞 保了一下我们 哎呦 结果这个戒周瑜啊 很犀利的给了一方片 让我们扔掉了这个目标码 那我们肯定是不扔的 我们掉一张牌也不扔 从此这个周瑜给的是一个杀 是一个有用的牌 是吧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太亏 因为戒周瑜的反见也一定注意 戒周瑜也是一个比较骚扰的 一个武将 是吧 他反见的时候尽量用自己的废牌 这样的话 这个副收益就比较小 然后最好你给别人的牌也是废牌 那这样的话 这个基本上副收益就更小了 但是这个杀明显对张英才来说 是个有用的牌 哎 我们看这个张和啊 看样子四连反都出来了 后面就两年钟了 我们打错人了 看见没有 我们这个一激动打错人了 好 我们看这个张和果然 弃了一个基本牌 让我们摸了一张牌 然后把这个诸葛连弩 挪到 挪到这个刘表身上 毕竟这个春哥有诸葛连弩 还是比较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黄盖也配合我们了 果然弃了一个 弃了一个伞 然后发动了炸响 让我们又摸了一张牌 然后把木楼码顺过去 给我们一个桃子 非常漂亮 好 可惜他这次再杀这个刘善 弃了这个基本牌 我们就没法摸了 毕竟有点克制他 我们判了一个六点 看看我们有一个九点的杀 可惜只有一个杀了 就无所谓了 看我们收了刘善之后 能不能来多的杀 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们抱一抱 好 我们又顺又拆 看样子要用决斗搞了 如果死不了的话 我们一杀还要弃这个伞 才能把他这个带飞 好 果然死不了 我们这个拆是 我们决定先拆这个冠石斧 然后再一杀 看看还有没有桃子 如果当然我们这个拆 如果不是想拆桃子的话 那应该是 就不该拆这个冠石斧 当然我们没想到 这个春哥很阴险 第一轮他桃子不救 是吧 怕自己的刘善保不住 好 刘善发现他放权 也被我们克制 他弃这个基本牌 我们又可以摸牌 这反贼方这个刘善 毕竟我们是老婆 你居然选一个 被我们的老公来当反贼 必然有你好看的 我们看这个刘表 手握八牌 他这个木榴刘马里面 并不是什么散九桃 我忘记好像是一个 是个什么牌 我一下一下记不出来了 我们当时只有唯一的一张伞 打这个刘善的时候 气掉了 是吧 反正不是什么保命牌 好 我们看这个刘表 有没有动的可能 哎呦 这够悲剧的 哎呦 完了 刘表 手握七牌 这是这么多杀 加一个祝格连组 直接被这个 被反正给挤火下去了 哎呦 这下子我们这个劣势了 这个人数上造成了劣势 哎 这个借助于直接要要把这个刘小胖搜了 进入六轮局啊 但是这个搜还是很爽的 自己摸三轮牌 黄盖也要掉一滴血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压力三大 这样的话 把黄盖再起火下去了 这样反正对就对我们进行就有一个3v2的一个优势 好 借助于给这个方片伞给张和是不不推荐的 张和无废牌啊 是吧 那个他这样的话 你等于啊 当然他对他自己来说是废牌 他他那个 但是对张和来说肯定是好牌啊 这样的话 相当于一个一手艺 这个这个反戒 好 张哥偷了 估计要把这个八卦阵给给抢过去 看他会不会给我们 哎 很不错啊 这个给一个赞 把八卦阵给了我们保一下主公的命 现在主公已经被压成两血 非常苦闷了 好 这个借王盖说堵一把啦 哎呦 我们没桃子啊 有桃子刚才就救刘表了 哎呦 这下子借王盖把自己给堵死啊 当然他如果不死的话 他也干不了啥事 挺多在在那里挡挡刀子 好 哎呦 我们这一个铁铁锁 这个没有连成功啊 但是我们就一个九点的杀 一个七点 哎呦 这样一个四点了 这三个杀全部可以打出去 看我们决定集火赵云 那这全打 打出去打不死啊 还不如集火这个借州鱼啊 不过借州鱼散了一下 依然也打不死啊 我们想着借州鱼 你集火他把他集火到一血 他手牌上去还是三是吧 哎呦 但是哎呦 没想到这个火攻也中了 说不定真能集火死啊 那当然不一定啊 张神华说不定还有桃子 好 既然压这个借州鱼的血 血线压不了他的手牌上线 所以我们决定压这个借州鱼的血线 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当时集火谁 都是应该都是有说法的 哎呦 这个借州鱼直接把借州鱼给收了 看你一血了啊 那个忍不住了 是吧 毕竟借州鱼如果手牌只存一的话 这个张鹤一偷一杀 就是那个杉州牌就跑到祖宗方的手上了 是吧 所以说借州鱼干脆果断的 将那个借州鱼收了啊 这样张鹤是内奸了 好 那现在进入了一个欢乐二月啊 这个欢乐二月啊 我们跟张鹤还是一个比较 那个不是齐心协力的 欢乐二月啊 我们希望张鹤当我们的炮灰 是吧 好 我们就来了三个杀一个六点 好 你看我们这时候 先让他说一下 这时候我们先出的是四点的一个杀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再出这个九点的杀了 是吧 你看我们就要 已经开始七牌过了 是他的这个枪我改了啊 他这个点数大于判定结果的杀 是不记录限制次数啊 但是 但是出牌的阶段出杀 还是只能出一次 是吧 我们先出了一个比判定小点的杀了 等于我们已经耗完了出杀的次数 再想出这个大点的杀就出不了了 这是后来 这个新的版本修改了 以前是无所谓的 所以刚才我们 如果想集火这个咒语啊 应该先出这个大点的杀啊 这样不记录次数 然后再出那个小点的杀 好 我们看这个张鹤 他当了我们的炮灰 他被集火成一血了啊 这时候 估计他要抢这个杀毛神毛 然后他被集火成一血的时候 他会弃牌 很多时候会弃基本牌 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回合 那个三排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 这时候先八点 我们现在说一定要 先出九点十点啊 九点十点出完之后 再出五点六点啊 再不要犯上次的错误了 好 果然 这如果不死的话 我们把蓝蛮拍出去啊 把这个戒奏鱼给代飞 好 既然死了 你看 他死的时候啊 我们当时是用一个小点的杀 把这个戒奏鱼给代飞了 所以说我们后来来了十点跟接点 但已经再杀不出去了 是吧 这要是以前的张鹤彩 这种 就打出去就停不下来啊 这也是 这些十点 接点都会 都能够打出去啊 所以说这一次的版本更新 终于把张鹤彩销露了一下 这也是应该的 毕竟这个将过于变态了 好 这个张春华 现在好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进入阻力反 但张鹤已经只有一血了 是吧 这个一血的张鹤存在情况下 那个我们感觉压力不是很大 争取把这个张春华给搞下去就行了 这张鹤开始抢我们的防具 但是由于他的存在 我们每回合多摸一牌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我们记住一定要先出这个街啊 那个千万不要轻松这个三点 好 因为我们居然没有发动猪穴以上啊 这这这打了什么 那我们还不想让张鹤死 还想让张鹤再多多扔扔牌 让我们多摸一摸 好 张鹤这时候已经不扔了 挂了一个麻 不过他只有一血 他一定会起牌了 是吧 这一下起来我们又圣贤一下 好 一个八点啊 这八点我们只能出一次一次杀 是吧 这一次 这次我们知道发动雨伞了 可惜被张正华一个伞交住人 是吧 好 我们可能觉得现在单挑春哥有压力 不过确实啊 张鹤彩这个主公 他的特点跟那个戒鱼术比一样 他的后期的力有点差啊 他的单挑比较比较麻烦啊 因为在单挑的时候 对方弃牌 那个弃基本牌的情况比较少啊 这样的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打起来啊 基本就就有点偏白是吧 好 我们就又判了一下 像我又是一个雷沙下去 就把这个张正华跟张鹤压了一下 但是我们争取 让我们四血 多续练好牌啊 是吧 然后这个一波啊 这个进入一个单挑 然后用自己的虚报的牌啊 在在单挑中建立优势 好 我们看这个张鹤手上的这个这个装备已经溢出了 看他气了一个酒 我们就摸了一排啊 看来我们留这个张鹤就这个道理 是吧 好 看看我们这个火攻肯定是达不是张正华的啊 就希望这个闪电把他给批了 这一个乐不师叔 因为我们这一判定把这个闪电牌给判了 这是悲剧啊 不过当然 因为我这乐不师叔又判了一个闪电牌啊 这张鹤才 这个张正华可是运气真不错 连续两个啊 一个呛五 一个乐不师叔 把他两张那个黑桃啊 那个二到九的闪电判定牌都给过过去了 好 这时候我们看完要不要无限这个闪电 没有 没有无限 咦 这一个决斗 哎呦 这没有啥都跟这个张张正华决斗啊 这能不能戴飞他 哎呦 想过了 没有戴飞成功 好 挂上藤甲 又哎呦 又判定了一个一个黑桃二到九 那现在还还有闪电判定牌吗 这一下已经已经走了三张啊 这个闪电判定牌了 这非常悲剧 好 这个藤甲带上去不错了 这张一才啊 张正华直接被这个藤甲克制住 是吧 然后我们就续抱了两个 两个顺手牵羊啊 争取让这个张鹤给给点力啊 把这个这个张正华给打下去 哎呦 这个把我们捆放起来 哎呀 这个闪电牌把我们劈了 但是这个这个铁锁锁了好 我们争取劈死这个张正华 是吧 张正华逃才争夺了 终于还是不敌啊 这个这个闪电的三血啊 我们存了这两个顺手起作用了啊 这时候 那个把这个 龙王盾给扒了啊 然后朝这个张鹤打去啊 这龙王盾就不挂了 张鹤如果想偷我们的藤甲 朱雀与扇交助人 是吧 那个张鹤这时候果然啊 他发现弃了牌之后 想偷藤甲 一看到我们朱雀与扇 傻眼了啊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开始慢慢的剥他 现在张鹤就比较被动了 他一个想 已经动不了我们朱雀与扇 因为他已经有个脏疤了 同时我们这个藤甲克拉杖妈 他也不敢拿我们藤甲 因为我们有朱雀与扇 是吧 这个所以他只能悲剧的啊 在在这里待着 好 我们有剪一麻 吃到凄凉的牌 这个树种枪留着 争取 把它一顺 再再配合上两 那个两次进攻啊 甚至一次进攻 都是可以的 好 哎呦 这这这可以顺了吧 有可惜的这个杀不够啊 只能杀一刀 看看张鹤死了没 十六八九没那么容易 好 那我们决定再再囤一囤啊 这个六事物就不用了 好 能够摸了什么好牌吗 开了一个无中 吃了一个桃子 哎呦 看来这一时半会又不是那么容易了 哎呀 这个猜 他居然猜了减一码 没有猜我们的藤甲 看来他不着急进攻啊 想跟我们多号一号啊 但是低血线的张鹤 想当女盟用的话 那里是必然 是要弃牌的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回合外的圣贤就可以发挥 好 我们就来了观之福 一个九发 将张鹤代飞了 又取得了这场游戏的势力啊 这把其实非常的那个劣势啊 我们这一个盲鞠啊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公小胖子在这里啊 觉得他很可爱啊 结果我们就盲鞠这个八号位 借黄盖 结果打到忠诚之上了 然后这四连反这一栋啊 这当然不是四连反 中间隔了一个刘表 这一栋把我们打得奄奄一息 同时这个刘表 诸葛连弩 带着大量的杀啊 直接被这三个反正给夹杀 致死 没有造成任何收益啊 然后接着我们的黄盖 又把自己给哭死 那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啊 靠着我们犀利的爆发 还是打进了军事局 然后最后在单挑的时候 磨死了这个张和 这个张和毕竟他这个低血线的时候 巧遍是被我们克制的 在单挑的时候也能 那个频繁的发动圣贤 这是不容易的 好 同时大家注意这个张英彩的一个枪舞 改了啊 如果判定之后先大点啊 大点的杀先出 千万不要先出小点的杀 小点的杀一出 之后你大点的杀就出不了了 好 又到了我们压轴录像的时候了 这回主攻又是一次非主流啊 选择了美女貂蝉 是吧 这一次海贼王主攻两次美女主攻 是吧 这是个标准包的貂蝉 那个标准包啊 那个其实有两个武将啊 那个就是很很厉害啊 那个什么张辽跟貂蝉 这两个武将的标准包的时候 有点变态 是吧 很多人说现在军阵包变成20强将杀 这个以前的标准包也是不平衡的啊 基本上哪边有貂蝉跟张辽啊 哪边那个胜率就超大 是吧 其他的什么关羽啊 什么这这这些武将在标准包 那个里面收益啊 美女和收益是很小的啊 基本上是种细水长流的 那个很不稳定的收益啊 哪能跟这个张辽和貂蝉 这这这两个变态比 是吧 所以说这个标准包本来就不是一个平衡包啊 是吧 在军争军争场来了之后 大家更加暴力了 这样这个大大的削弱了这个貂蝉 同时这个张辽的削弱相对于少一点 毕竟这个手上基本牌一大堆的这个张辽 是很难那个被击火下去了 但是这个貂蝉 他的这个光靠这个碧月的这个防御啊 已经有点不够看了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蒙霍也是个反 他作为主攻貂蝉啊 这个基本上就比较脆弱啊 就看这个碧月 那个比回合外能多存一牌啊 但同时只有一个四血 好 但我们属于进攻强 防守落啊 好 这个反这方已经果然选出了两个旅将啊 感觉这个蔡文姬 也是一个旅将 哎我们看这个徐树 徐树他是应该是比较那个跟我们也是比较克制我们的一个将啊 但是他跳的是忠诚的 其实是其实这一个 下面翻出来 我们就有点瞎是吧 这三个旅将被我们克制这个孙策被我们克克制啊 那三个旅将克制我们孙策克制我们这个徐树也也克制我们是吧 这个这个眼前就是一瞎的感觉 哎 好 但是我们发现不对啊 这五反了 这个孙策已经打出来了 五反了 既然已经五反了 孙策十六八角是中了啊 这样的话 这这这这这有人装吗 看看他装出什么收益了没有啊 这眼看已经一个钟已经快倒了啊 我不知道这次装啊 能有啥收益 好 我们好歹看见一个一个一个男人啊 这个刘峰是可以被我们利用一下的啊 我们就拿着这个孙策离剑一下啊 这个过个拆桥拆这个 冰凉春段 估计是要离剑这个刘峰和孙策啊 那个给孙策摸一摸好 这个孙策的激昂啊 看来他如果不是反贼的话 他是可以配合我们的是吧 这个这个江东小白板的他比起大桥来啊 他明显更爱这个野花啊 这个貂蚕是吧 加加花大桥 那个金池之花 他感觉不是特别感兴趣 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孙策干嘛不拆这个八卦阵呢 哦 他为了激活这个春哥啊 拆了一下 哎呦 还挺犀利 是吧 然后这个春哥看看这反贼第一轮求到啊 那个刘 直接就求到刘峰了去了啊 当然这个蔡文基还继续放着鼻下杯哥 七排启动啊 这下子春哥 看着能不能起一个长度啊 看着他没有没有起到长度啊 既然已经看了孙策了 我们这个徐述能不能坚持一下子 好 这个孙策将选择自己摸 没选择让春哥摸啊 这比较谨慎以后要么就他是那个装的 要么他比较谨慎啊 怕这个春哥是装的 毕竟反贼多一个 哎 这个孙策看样子 他拆的是孟霍啊 这是一个九杀孟霍 哦 因为孟霍在聊天区 聊天区已经暴露了啊 这个孟霍是个坑货啊 他聊天区已经暴露了 由于领导啊 什么在啊 这是上班期间 他在这玩三国杀啊 这个心思不及中 把自己的看错了啊 看错了自己的身份啊 怪不得孙策将把他一顿吊打啊 我就应该给他表中了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徐树 估计将把这个加一码给给我们举荐过来啊 他如果不举荐加一码 1889也是被这个刘峰给给拿去的 所以他干脆就举荐了那个加一码 好 我们看这个刘峰啊 这又是这哎呦 这是个决斗啊 他还没出过啥呢 他看来这两个钟都要倒下了 我们只能靠这个孙策这一个人了是吧 好 再回过来啊 这一下子我们没有桃子 这个孟霍倒了啊 这个徐树也倒了啊 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悲剧的 一个二打四的一个境界了啊 这还有一个蔡文姬在啊 这这这看来争取把蔡文姬留的最后一个杀 否则的话这个被断肠了还是很很郁闷啊 这个内奸十九八九是不会去搞这个蔡文姬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个幸亏啊 这个内奸跟我们还有点配合啊 这时候需要利用他打工的时候 然后这一个这一个离剑 再一个活杀 然后这个孙策给杀过去 让他放放血啊 是吧 然后也让这个反贼跟着一起放 哎呦 这个很犀利 这三个反全部在铁组上啊 是吧 这一下子好春哥被救出来被杯哥 哎呦这个孙策枪被救回来这一杯哥 哎呦我这杯哥够惨的啊 这个又判了梅花 我们漆光了牌 又判了黑桃 我们翻了面啊 然后那个打庄中华判的红桃啊 让周中华回了一滴血 这这还好哎 这个杀下去这个孙策枪很悲剧啊 这个八卦路判一黑 这样子反贼的桃子该被炸进了是吧 孙策枪终于倒下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啊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被翻面的状态 这个碧月这个牌肯定是被刘峰给扒掉的啊 这毫无疑问是要被刘峰给扒掉的 张生华这一下我们有一轮还不能动 下一轮的话我们的这个梅雨的菊花就要露出来了 刘峰这一扒啊 孙策的距离一控啊 就是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桃子一拿哎呦 就借张生华又多砍了我银刀 非常的悲剧啊 我们希望早日翻回来 然后把这个刘峰给离剑死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哎呦哎呦这个孙策这个这个张生华真够狠的 直接把刘峰给收了 那给我们跟这个进入关中2v2 那我们的离剑废掉了啊 毕竟这两个全是全是铝将啊 我们离剑给废掉了啊 但是我们的碧月还没废掉哎呀 这个孙策真的没杀吗 哎这个孙策看来要觉醒了 我们看能不能利用一下这个觉醒的孙策是吧 蔡文姬哎 蔡文姬看样子断杀了 那我们就松了一口气了是吧 蔡文姬这一这一段杀啊 我们可以动一轮啊 孙策可以觉醒是吧 还是有了打啊是吧 哎呦我们就只能只能挂闪电球博啊 毕业来了一个荣光阵 好这个孙策这一个觉醒 蔡文姬显示离线 还不一定是断杀是吧 孙策赶紧 包养一下我们啊 我们这个多一个伞 气掉啊这个乐伍斯 我希望下一轮能够发挥一下 也要这个孙策真犀利啊 趁着这个蔡文姬离线啊 一个九红杀 这个蔡文姬打到了一血 同时自己没有回击血线啊 没有过大牌 然后这个哎呦你点什么托管啊 你明显这是个红杀呀 这这这这这孙子这么快就失去了信仰 这是你万一既然来一个九和九和桃 不就不就活着了吗 哎呦现在我们进入了悲剧的医院 只能指望这个闪电帮忙了 哎呦这时候还不给我们来杀啊 这时候不管是什么断肠不断肠了 我们肯定是把这个蔡文姬给吃了再说啊 这个来来这个三大牌 回复一下血线再说 很好这个闪电给力了 把这个招的瓦给劈了 哎呦结果春哥骄作人啊 直接来了这么多桃 那是没死啊 那这样的话 这这这这这这有点头大了啊 好不过我们终于啊 那个来了一个杀 我们决定囤一轮啊 这个这个既然已经有两个杀了 我们准备囤着杀 把这个春哥给吐下来是吧 哎呦结果春哥又再次骄作人啊 把这个我们的轮毛盾给拿去了 还吃了一个桃 蔡文姬还回来了是吧 早知道我们刚才把蔡文姬给吐了拉倒了 结果让蔡文姬给回来了 好了这个杀我们闪过 蔡文姬看看啊 这一个诀哎这一个决斗啊 干脆我们把蔡文姬收了 就像我们说了 这个这这时候已经啊 不能指望啊 先干掉春哥再再干掉蔡文姬了 你顶着杯哥不可能突死这个春哥了 而且他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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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王盾是吧 好我们看到我们有两个三个红沙啊 这个打句啊 这个春哥还直接问我们要投降吗 啊我们直接三个红沙先拍给你啊 那个拍不死 我们再再看啊 能够拍死了 那就不是我们投降 是你完蛋的问题了 哎果然啊 这个春哥非常刚刚还很风骚 问我们要不要投降啊 结果我们直接三个红沙交助人啊 看看那个那个是道理是谁赢啊 我们断肠的貂蟬靠着三个红沙突下了 有荣卧盾冠石斧啊 那个的的春哥是吧 刚才他的那个散电被撇了 桃子很多很风骚啊 这时候我们再来啊 那个三个红沙突里的时候啊 桃子没了啊 这个伞九桃都没了是吧 一个无限一个桃 一个杀卡死了 所以任何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啊 这种绝地啊 那个这个这个烈士的情况下 我们收了蔡文姬断肠 然后靠着三个红沙加助个连路 教春哥做人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